您见过这种虫子吗? 它的名字叫瞿收 也叫剪刀虫火夹子 很多人第一次见到它都会被吓一跳 尤其是它屁股后面的两个大家子 会让人觉得它是个嫉妒又恨的角色 其实瞿收是没有毒的也不咬人 但是它对菜园的危害特别大 那今天我想分享两种消灭瞿收的方法 先来看看瞿收对菜园的危害 瞿收是杂属性昆虫 它们既吃虫子又吃植物的花和叶 荤树通吃 所以有人把它们当作异虫 但我认为它对菜园和花园植物危害 远远大于它们所做出的贡献 它们喜欢在夜间啃食菜叶和花朵 看这些被它啃食过的叶子 叶子和叶片边缘有参差不齐的洞 看上去像是毛毛虫咬过的 实际上却是瞿收啃咬的 还有这些种子 这些花菜根本就没法吃了 我出门才短短几天时间 菜园就被啃得这样 毫不夸张的说 它们真的可以一夜之间毁掉整个菜园 所以一旦发现它们 我们最好尽快消灭它们 方法一 诱补法 瞿收是杂实性的昆虫 菜油的香味很容易吸引瞿收 它们会爬进去淹死 所以用它来诱补取收很有效 方法很简单 直接找一个不肉水的容器 倒入一些菜油 任何品牌的蔬菜油都可以 倒入的量也没有严格规定 随意就好 然后放在取收角度的地方 我的这片包菜受害最严重 我就把它放在底下的木板中间 碗口正好与木板上沿持平 这样它们就很容易爬进去 如果放在菜地的话 最好挖一个坑 把容器埋进去 容器口淤土也基本持平 然后取收就会在晚上被吸引掉进去 一旦掉进去 它们就不能从油中爬出来了 这是第二天的情况 一晚上来偷吃的取收好多呢 如果在菜油里面添加一些酱油 气味会更浓 更能吸引取收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气味也会吸引动物 我也用过这个方法 为了防范小动物 我特地放在打孔的矿泉水瓶里面 但是第二天还是全被它们打翻了 所以如果您家没有其他野生动物光过的话 那就使用菜油和酱油的混合物 效果会更好 如果和我一样的话 那就只用菜油不添加酱油 效果也挺好的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纸板诱补 取收是晚上活跃 白天它们会找一个阴暗的地方隐蔽起来 所以我用这种纸板 它们会躲在纸板中间的瓦轮中间 我把它卷起来放在渠收经常活动的区域 纸板最好事先用水冲湿一点 给渠收提供一个潮湿的环境 第二天再把纸板拿出来倒在桶里 看里面有好几只呢 第二种方法就是喷洒硅枣土 它是用枣类化石磨成细粉后形成的 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像玻璃一样尖锐的棱角 但是肉眼几乎看不到 这些东西只要附着在昆虫身上 就会撑破它们的躯极 导致昆虫脱水死亡 我在上两期视频中 介绍如何消灭蚂蚁和黄瓜甲虫的视频中 都是利用硅造土 虽然不敢说它是万能的 但它确实是花园中必不可少的有机杀虫剂 我在取收经常出目的地方喷洒硅枣土 几天下来确实效果很好 需要注意的是喷洒的时候最好戴上口罩 以免吸入硅枣土的粉尘 我在网上收到这种灭取收的产品 其实有效成分也是硅枣土 商店里还有这种喷剂 里面的有效成分是脂肪酸甲盐 其实完全可以自己调配 就是使洁精加一点点盐水 价格不便宜 而且要喷到取收身体上才会发挥作用 取收跑得很快的 很难抓住它们 等到你拿出喷壶 它们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还不如我介绍的两种诱补方法加硅造土有效 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效果最佳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介绍的消灭取收的方法 希望对您有帮助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